谢拉的真身,沙迪的孙子,加密的儿子,雅干,取了当命的物。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当下,耶稣亚从伊利哥打杀人王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哀城去,跟他们说, 你们上去窥探哪里? 他们就上去窥探哀城。 他们回到耶稣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躬去哀城。 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近在哀城面前逃跑了。 哀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十八年。 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约书亚那边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 在耶稣亚那里,在耶稣亚的约柜前,服服在地,直到晚上。 耶稣亚说, 爱在,主耶稣亚,你为什么敬礼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玛利人的手中, 使我们灭亡了,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来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兴建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 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 起来,你为何这样服服在地呢?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封锁他们的约, 取了当地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 又把他当地地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 是因,尘呢,被咒读的, 你们若不把当地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你起来,叫百姓自己对他们说, 你们要自己预备明天,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地的物, 你们若不除掉, 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到了早晨, 你们要按照支派进前来, 耶和华所缺的支派, 要按照宗族进前来, 耶和华所缺的宗族, 要按照家事进前来, 耶和华所缺的家事, 要按照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 被其他人有当地的物在他那里, 他和他所有的必备火焚烧, 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 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欲望的事, 于是耶稣亚清早起来, 使以色列人按照支派进前来, 取出了他是犹大支派, 使犹大支派进前来, 就取了希腊的宗族, 使希腊的宗族按照家事人丁, 一个一个的进前来, 取出来的是撒迪, 使撒迪的家事按照人丁, 一个一个的进前来, 就取出犹大支派来, 希腊的真生, 撒迪的儿子, 撒迪的孙子, 加密的儿子亚干, 耶稣亚的亚干说, 我儿, 我劝你将荣耀, 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面前认罪, 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 不要向我隐瞒, 亚干回答耶稣亚说, 我实在得罪,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所做的事, 如此如此, 我在所夺的财务中, 看见一件美好的十大衣服, 二百舌克勒银子, 一条金子, 重五十舌克勒, 我就贪爱这些物件, 便拿去了, 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 银子在衣服底下, 耶稣亚就打翻人, 跑到亚干的帐篷里, 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 银子在底下, 他们就从帐篷里去出来, 拿到约束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 放在英华面前, 约束亚和以色列众人, 把希腊的增生, 雅干和那银子, 那件衣服, 那条金子, 并雅干的儿女, 牛, 驴, 羊, 帐篷, 以及他所有的, 都带到雅各国去, 耶稣亚说, 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 今日以后话必叫你受连累, 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 将石头扔在其上, 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 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 直存到今日, 于是耶稣亚还转移, 步伐他的列路, 因此他地方名叫雅各国, 直到今日, 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 好, 弟兄姐妹们, 这是约束亚纪第七章, 那么在约束亚纪第七章里, 我们看到, 雅干犯罪, 导致, 以色列人在小小的哀疼面前, 被打败了, 所以透过这一章的经文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特别是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教会, 一个组织单位, 甚至是一个家庭,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 雅干是以色列人的, 这场失败当中是他内部出的问题, 不是外部敌人有多么的强大, 而是内部有人, 因为贪心, 因为贪婪, 违背了神的约, 所以导致怎样, 导致以色列人的失败, 我们来今天来分享, 来学习啊, 好,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的罪, 当灭的物, 是不是, 不该拿的, 不能拿, 这个神对以色列人是有这个条例的, 任何一个家庭, 甚至是组织, 单位, 军队, 国家, 他都有他的条例, 比如说, 在某些非常高级的, 对不对, 非常高级的精密的单位里, 他们的条例是很严谨的, 甚至有什么, 有保密条例, 比如说他有些保密条例, 不该拿的, 不能拿, 不该问的, 不能问的, 不该看的, 不能看, 不该说的, 不能说, 是不是, 你还以为你是傻都能说啊, 傻都能问的, 那是菜市场卖菜的大妈, 对不对, 菜市场卖菜的, 那他傻都不安逢, 还在这说, 只要是涉及到行程, 他, 要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他都涉及到有相关条例, 大张嘴的泄露迷适, 看到没有, 没有条例, 管理的话, 还没有做事, 就已经失败了, 敌人一旦知道的, 就能迫害他, 所以这些很多的事情啊, 必须要严谨, 身对他的儿女和百姓, 其实也是有训练的, 你必须要知道, 不该拿的, 不能拿, 不该问的, 不要问的, 不该说的, 不要说, 啊, 你在这儿这一拉, 拉一问, 拉一说, 那你这儿就有问题, 就容易给魔鬼留地坑, 是不是, 所以这亚甘他犯罪, 就是因为拉了, 不该拉他, 这里说, 当地的物赏犯了费, 因为犹大支派, 忠, 接拉了真身, 沙迪的孙子, 加密的儿子, 雅干, 取了当地的物, 一会儿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违背了神的约, 神的条例, 明明让他不要拉了, 他就拉了, 那么就会怎样, 就会拖累整个以色列人, 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代表, 他个人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他是代表以色列人, 我们在一个事工当中, 或者一个团队当中, 你是代表这个团队的, 你就相当于你, 你这个比如说, 中国人, 我们到国外去了, 比如说, 你是代表一个这个国家的, 代表中国人的, 一样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不是仅仅代表我们自己啊, 我们是代表天国的, 代表耶稣基督的, 所以人的身上, 他具有代表性, 他到底代表的是谁, 所以他的, 虽然他是个人, 但是他, 他有代表, 他代表的是, 他背后的国家, 背后的团队, 他背后的组织单位, 阿们吗? 所以亚甘他犯的对, 他就对整个以色列人的都有影响,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明确约定了, 对不对? 明确约定, 不可拿这个敌人的东西, 那他要是拿了, 看到没有? 就相当于整个以色列人都拿了, 接下来第二节说, 当下耶稣基督从伊利哥, 大发人往伯特利东边, 靠近伯雅门的哀城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去窥探那地, 他们就上去窥探哀城, 日文之后, 他要先去打仗, 他先要怎样? 先要侦察那一个地方, 窥探那地就先去侦察, 还不是光就上城, 对不对? 先要去侦察一下, 看这个地方的城坊呀, 兵力呀, 军事装备呀等等, 窥探一下, 他们回到约瑞雅那里, 对他说, 众民不必都上去, 只要二三千人上去, 就能攻去哀城, 不必劳累, 众民都去, 因为啦, 骂你的人少, 这就是侦察兵回来的报告, 说那你人少, 不用多上去, 都上去, 心事动众, 是不是呀, 又吃又煮, 又拉着多麻烦, 就上个三千人上去就去啦, 所以这是他回来报告的信息, 那么第四节说, 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去, 就听郑嘉宾的报告, 就三千人上去, 接下来说, 竟在哀城人面前逃跑了, 想去攻去那儿城, 上去的三千人, 没想到, 这三千人在哀城的军队面前被打败了, 可以说第二仗他们打败了, 第一仗伊利哥, 第二仗哀城, 那么在哀城面前, 这三千人的, 以色列的军队呢, 被打败了, 逃跑了啊, 第五仗说, 哀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 直到十八年, 在下坡杀败他们, 众民的心就消化, 如水, 消化如水又是怎样, 一点信心, 一点量, 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就坐在那儿, 垂头上气了, 坐在那儿, 一点就是也没了, 浑身都探在那儿了, 那么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经历了这一个, 这一场哀城的失败, 对他们来说, 打击非常的大, 打击非常的大, 死了三十六人不说, 最重要的是, 影响了整个, 以色列人的士气, 他们的心, 他们的心, 所以这里说, 他们的心消化如水, 也就是说, 人心溃散, 人的心没有任何力道, 而任何做士气呢, 开展士工啊, 还是干啥呀, 打仗啊, 最重要的是士气, 在战场上打仗, 士兵的士气, 决定了一切, 要是他连打仗的士气, 勇气和信心也没有, 那他还没开打, 他就失败了, 所以呢, 他的士气, 勇气, 信心, 非常重要, 那么这场战争呢, 埃城的战争呢, 使这个以色列人呢, 他们的士气低落, 那这个事情, 约束亚就要怎样, 约束亚就要调查了, 是不是, 本来好好的, 神都应许了, 为什么现在打败了, 约束亚肯定要调查, 他作为这个, 新一代以色列的领袖, 当初的问题, 他要去调查, 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说, 约束亚便吃力衣服, 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挥洒在头上, 在伊核华的约柜前, 户在地, 直到晚上, 他现在神秘前祷告, 伊核华说, 爱在, 约束亚说, 爱在, 主义和法, 你为什么经营这百姓, 过约束亚, 将我们交在, 亚马利人的手中, 使我们灭亡呢, 我们不如住在, 约束亚那边倒行, 是不是, 你看到约束亚和以色列的, 长老他们都撕裂衣服, 撕裂衣服, 把灰撒在头上, 这是一种, 极其悲伤, 极其哀动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们在伊核哥城, 大获全身, 可是在小小的哀城, 竟然被打败, 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 震动非常的大呀, 非常的大呀, 所以他们来到神明前, 是不是, 来寻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弟兄弟妹, 这个亚甘犯罪啊, 他取得不当取的物, 影响巨大, 影响巨大, 他的犯罪的结果, 导致, 第一, 看到没有, 以色列人在哀城战争的失败, 许多人被杀, 就因为他一个人, 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第一, 你看到这里就是怎样, 在哀城他们事外, 很多人被杀, 第二呢, 第二我们看得很清楚, 以色列人, 人心亏散, 消化如水, 也就是说, 他们的信心, 勇气, 士气都没了, 第三怎样, 第三, 你看, 约书亚就怎样, 来求问耶和华, 是什么缘故, 是他们战备, 他说, 哀在耶和华, 他撕裂衣服, 把头, 把灰撒在头上, 非常的悲伤, 是这样, 接下来怎样, 接下来说, 主啊, 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 准备逃跑,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加拿人和这地, 一切的居民听见了, 就必围困我们, 将我们的民, 从地上除灭, 那时你问你的大民, 要怎样, 行呢, 这个打败一场战争, 可不仅仅是, 死几十个人啊, 他的这个后果, 背后是一个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 也可以叫无理效应, 叠变, 就是它会影响, 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让人家知道, 对不对, 人家会传出去的, 会传出去的, 当在哀成八百以后, 它会传遍迦南权地, 这以色列人也不够如此, 你看, 在哀成八百了, 是不是, 虽然伊利哥尔尔尔呢, 它肯定是侥幸, 你看哀成这么小的城, 他们都大了, 是不是, 也不够如此, 那人家就会这样, 就不会再怕他们, 人家那些所有的这些人, 就会这样, 连锁抢, 家人权地所有的这些人, 就会连锁抢, 把一些人给它围困, 把牌, 这就是它背后, 背后的连锁反应, 如果是这样, 以色列人就不用说, 得利为业了, 不用说占领, 这个家人权地了, 弟兄姐妹, 他们就会这样, 就会被围困, 甚至被, 全部, 咬命, 看到没有, 这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犯罪, 导致, 以色列全族面临的一个危险, 因为他这是在被约, 违背了神的约,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神怎么解决这个事呢, 当心说下他们这样的挨动, 他们这样的怎样, 悲伤在神的面前, 那么神怎么解决这个事呢, 接下来第十节说, 耶和法分属耶稣亚说, 起来, 你为什么这样福福在地呢, 这个福福在地解决不了问题, 是不是, 你撕裂衣服也好, 哀痛也好, 把灰撒在头上也没用, 神还为你, 起来, 神不要让他扶着, 怕着来, 是不是, 神要是要他那样的话, 神就说继续扶着吧, 继续扒着啊, 把衣服撕得更细, 灰不但撒在头上, 眼上啊, 身上倒不得撒满, 是不是, 可是你看到神没有耶, 神说起来, 还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服务在地呢, 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啊, 神不是要看到你悲惨的样子, 不是要看到你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么神就怎样, 神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是守约, 施慈爱的神, 人出现任何问题, 最重要的原因, 是怎样, 是人背叛了神的约, 不是在那靠自己悲伤, 浮浮在地, 就是在那撕紧衣服, 把灰撒在身上, 用电的表现, 解决问题了, 不是, 所以神, 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 那么人出现问题, 肯定是因为, 在约的方面上出现了问题, 看到没有, 不是今天这样, 明天哪样, 神守约是慈爱, 他永不改, 那你在约上出的问题, 你就要回来, 就要解决, 这个不信的, 背叛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不信的, 被约的问题不解决, 你在这儿, 服务在地, 你在这儿, 把撕裂衣服, 你在这儿, 把灰撒在身上, 也没用, 也没用, 所以接下来, 你看, 神就提醒他们, 是不是, 十一节说, 以色列人犯了罪, 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 是不是, 这才是根本问题, 你被约了, 用现在的话, 就是不信, 不信神的话语, 不信神的应许, 当你不信的时候, 你就被约了, 所以你出现的问题, 包括被出现, 仇敌攻击啊, 疾病啊, 等等各种问题, 你, 根本原因是不信, 因为在新约里面, 神都已经做成了, 是不是, 新约里面, 我们就是要相信他, 当你相信他, 这些新约, 所有的条款内容, 都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 当你不信的时候, 你就是被约了, 那你被约了, 你就出现各种问题, 被处理攻击, 活在软弱当中, 失败当中, 被打开, 那你再忧伤也没有, 你再撕裂衣服也没有, 你再把头衣服倒在头上也没有, 看到没有, 你再认罪也没有,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新约, 对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 就是相信, 你不信, 就是被约, 对以色列人来说, 神给他们设立的, 是吧, 这个公池, 加兰提, 神给他们设立的约, 就是怎样, 不可取了当灭的物, 你看, 约书亚帝六章, 就讲到, 约书亚帝六章十节, 十八节, 就前面一章, 至于你们物要谨慎, 不可取了当灭的物, 我们看你们取了当灭的物, 就连对以色列的权盈, 是权盈受咒诅, 是不是, 这是约啊, 这是战争之约啊, 你说打这个仗, 神给你立的又约了, 这个, 不可取了当灭的物, 取了的话, 就会连对以色列权盈, 权盈就会被咒诅,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些条例, 战争条例啊, 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立的约, 任何人遵守这战争条例的约, 他就会被保护, 阿们嘛, 任何人违背这战争条例的约, 他就会被咒诅, 不但他被咒诅, 连以色列人都连累, 所以你看到神做事, 都是平约本事, 这些条例之约, 对以色列权盈是保护是保障, 神是一约办事, 阿们嘛, 那么人, 当他遵守神的约, 他就活在神的同在和保护里, 看到没有,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任何事工, 任何团队, 都是有约的, 有条例的, 在这样的约和条例当中, 人才会被保护, 如果违背约的话, 是不是, 违背条例的话, 人就这样, 出现各种各样问题, 出现各种各样问题, 所以, 所以神就这样, 直接指出, 他们的根本问题, 你挨动也好, 你撕裂衣服也好, 你把灰撒在头上都没用, 那是表面的东西, 神指出, 根本问题就是他们, 违背了, 神所吩咐他们的约, 一书要记七章十一节, 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 取了当灭的物, 又偷窃, 又行鬼叉, 又把他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是不是, 神吩咐他不可拉当灭的物, 他妈了, 他以为人没看见, 他以为约书亚没看见, 以为以色列的百姓没有看见, 他瞧瞧瞧的, 偷偷的, 是不是, 把这衣服啊, 金金采我啊, 他拿起来, 藏在自己的家里, 可是约书亚没看见, 百姓没看见, 那神没看见吗, 神是无所不知的, 是不是, 神是无所不在的, 你干的啥事, 神不知道, 是不是, 就是中国人不有一句话叫, 人不知神知吗, 人在做, 天在看, 他以为人不知道, 天知道, 神知道, 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人做的任何事情, 他都不能隐藏, 在神面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看到没有, 所以, 所说的一切的话, 所做的一切的事, 都要想着, 因为神都看见, 要为自己说的话, 自己所做的事, 负责任, 不然的话, 慢说了, 是不是, 胡说八道, 胡作非为, 以为没人看见, 那都这样, 不是事业大难,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所以神看见了, 你也知道这个人, 干的这个事, 别人是确实没看见, 他嘲喵喵的, 耶稣亚也不知道, 耶稣亚要知道, 又不用在这儿跪在这儿, 扶扶那么牛的, 又是撕裂衣服, 又是干啥, 把灰撒在头上, 白信也不知道, 没人看见, 他自己偷偷干的, 但是神看见, 所以神就指示约书亚, 是不是, 他把这个人挖出来, 接下来你看到没有, 接下来神就说, 十二节说, 因此以色列人在, 众日仇敌面前, 站立不住, 他们在仇敌面前, 转备逃跑, 是因, 成了被咒诅的, 看到没有, 因为贝勒约, 就像某个贝勒约, 就是被咒诅的他, 如果没有被约, 他就会在约的保护里面, 我在约的保护里面, 他就不被咒诅, 你们若不把当地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你再哭也没用, 是不是, 你在那儿背好, 咋回在头上一命, 应该怎样, 应该要遵守约, 才是根本, 把当地的物除掉, 才是根本, 是不是, 神是平约, 是慈爱的神, 平约办事的神, 你被约了, 神就完全可以不与你同在, 但是你遵守约的话, 神就与你同在, 这就是我们看到, 神做事的方法, 你不遵守约, 你再祷告, 没有, 你这天叫这个给你祷告, 叫这个给你祷告, 都有, 没有, 是不是, 他根本不明白, 神做事的方法, 神是平约办事的神, 你遵守他的约了, 你都不用叫别人为你祷告, 你都好, 看了没有, 你不遵守他的约, 你叫这个祷告, 那个祷告, 都没有, 约瑟雅他跪在那, 伏伏在地, 撕裂衣服, 头上撒灰, 不就是祷告吗, 还尽是祷告的, 忧伤痛悔的祷告, 有用吗, 能解决问题吗, 神病没有说, 哎呦, 我祷告得好, 继续祷告, 继续服服, 一天不够, 三天, 不但你们要, 服服啊, 私的衣服, 把这个灰撒在头上, 让全你生命的人都来服服, 赶紧发信息, 把所有的群里面, 让全你生命的人都来一起来服服, 一起来撕裂衣服, 一起来把灰撒在头上, 但是那么干事就叫神啊, 神叫啥神, 那约就改变了, 不是凭着约办事的, 凭着你, 这表现办事的, 所以你的信仰, 你看到很多人的信仰, 它不是按真理来信的, 神是灵, 对不对, 敬拜它呢, 用心灵和诚实的, 心灵就是圣灵, 诚实其实就是真理, 让按照圣灵, 在圣灵里, 在真理里, 敬拜, 才真正的叫敬拜, 你不在真理里, 不在圣灵里, 你的敬拜都是假的, 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在, 在服服, 在弹琴, 在敲架子鼓, 在唱得好, 在蹦得好, 都没用, 你外在的这东西, 都没用它, 你在表现都没用, 谁还凭你的表现办事, 太反智了, 看到没有, 你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的, 神被你折腾的, 一会儿看你这样, 一会儿看你那样的, 你记住, 神是平约办事的, 还没吗, 绝对不会看你的表现, 所以根本上, 你是要回到神的约里面, 看到没有, 以色列人, 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是搞外在的一套, 而是要回到神的约里面, 有没有人被约, 今天神的儿女也一样, 你不管你有啥事, 叫这个祷告那个祷告, 这都是外在的,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根本的就是, 你要回到约里面, 你要回到基督的救恩, 新约里面, 你要听真理的道, 新约的教导, 看到没有, 当你回到这约里面, 相信神的约, 相信真理的话, 神凭约办事, 这一切都是你的, 你不回到约里面, 不相信真理, 不听真理的道, 你再祷告, 也没用了, 你这里跑, 那里跑, 都没有, 时间精力都浪费了, 看到没有, 几十年, 反复折腾, 新约罗信给几十年, 反复折腾, 今天这事, 明天那事, 今天这问题, 明天那问题, 各种问题层出不求, 是不是, 什么原因, 原因就是心中无道, 心中没有真理, 没有回到神的约里面, 看到没有, 都是搞外在的一套, 所以回到神的约里面, 神凭约办事, 永不给别, 弟兄姐妹妹, 所以你就会发现, 当你越是回到约里面, 回到神的真理里面, 你的心越发的稳固, 是不是, 你越发的坚定, 这个真理, 让你有信心, 真理让你坚固, 真理让你稳定, 包括你的思想稳定, 情绪稳定, 意志坚定, 信心坚定,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当你这些灵里面, 以及你的思想和情绪层面上, 信心层面上, 都稳定坚定的时候, 那你外在所有的一切, 不都受你影响吗, 受你的统治和管理吗, 你外在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内心的呈现, 内在的彰显, 而你内在所有的一切, 都受信息的影响, 就是你所接受的信息, 道理是真理的道, 还是错误的教导, 是神的约, 还是魔鬼的谎言, 看到没有, 如果你越听的是神的道, 真理的, 神的约德, 那你的内在, 会越被未养的强大而坚固, 接下来说一切, 外在的当前, 都是你内在的呈现, 看到没有, 所以道对了, 方向就对了, 道对了, 路对了, 一切都对, 当你道都错了, 路的方向都错了, 那你再努力也没用, 是不是, 你到最后啥也等不到, 时间精力, 资源, 出去都浪费, 但是你在神的话语里, 回到真理里面, 你就越发有智慧, 追求真理, 追求道, 你越发有智慧, 越发严谨, 越发有逻辑, 越发有知识, 懂得规矩, 懂得知识, 想, 按真理而想, 说, 按真理而说, 行, 活, 按真理而行, 真理而活, 阿们, 那些什么无七八糟的, 各种各样的想法, 进不开了, 不能影响, 是不是, 你看他没有真理的人, 他整天都是胡思乱想, 胡说八道, 胡作非为, 是不是, 那有真理的人, 他绝对开始有秩序, 回归真理, 他就有智慧, 有秩序, 越发了严谨, 阿们, 阿们, 所以看到神要让他们, 回到根本上, 是不是, 回到根本上, 那就是回到约里面, 那么接下来, 就开始行动了, 你看, 十三节说, 你起来, 叫百姓自解, 对他们说, 你们要自己预备明天, 因为以后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以色列啊, 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 你们弱不除掉, 在仇敌面前, 必站立不住, 是不是, 看到没有, 首先是约啊, 回到约里面, 然后才是行动啊, 你不回到约里面, 你的行动都是错的, 你只有回到约里面, 你的行动才对的, 是不是, 他们自解, 预备, 除灭, 当灭, 这个, 中间当灭的物, 这不都是行动吗, 这就是回到约里的行动, 那前面他们也行动, 耶稣亚又是伏伏在地, 又是撕裂衣服, 又是把灰撒在头上, 怎么立, 能解决问题吗, 谁还问他, 你为什么伏伏在地呢, 你不回到约里面, 你再前程, 你再扣服其心, 都没用, 是不是, 所以, 所有一切, 你会发现, 先要回到约里面, 看看神给你立的是什么约, 为什么出现问题, 因为人背弃了神的约, 违背了神的约, 看到没有, 所以就像是你悔改, 也是要向神的约悔改, 根据神的约而悔改, 阿们吧阿们,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就要回到神的约里面, 告约办事, 当他触犯了神的约, 取得当灭的我, 他就是违背神的约, 那他真正的悔改, 那就必须, 要除灭, 这个当灭的我, 必须, 要回到神的约里面, 遵守神的约, 这才叫悔改, 所以他的进一步的预表, 是不是, 就是预表的基督徒, 你今天要相信 耶稣的新约, 任何与耶稣的新约 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教导, 还是, 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应该把它除掉, 它是属于当灭的物, 什么魔鬼罪兵, 包括错误的教导, 都是当灭的物, 都应该把它除掉, 看到没有, 从你的脑海中心中把它除掉, 所以这就是这个, 以后所说的第四章, 三十一节三十二节, 一切苦毒老恨, 愤怒然而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是不是, 这就是当灭的物, 把它除掉, 你还恨人家干啥, 苦毒老恨愤怒, 然后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说别人坏话干啥, 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干啥, 要知道这些都是从魔鬼来的, 都是被约的, 违背神的约的, 那么他都是属于当灭的物, 就要把它们, 把这一切从我们中间除掉, 三十二节说, 并要以恩慈相待, 曾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这就是新约, 所以新约你能饶恕, 是因为神仙饶恕你, 阿们吗, 神仙爱你, 神仙赦免你, 神仙饶恕你, 你领受神的爱, 领受神的赦免, 领受神的饶恕, 接下来怎样, 饶恕别人, 恩待别人, 看到没有, 要把当灭的物除掉, 回到神的淤里面, 回到神的爱里面, 神的饶恕里面, 这才是怎样, 这才是解决, 所有问题的根本, 人太多的苦毒, 埋怨, 抱怨, 在背后说三道四, 说别人的坏话, 这些是所谓当灭的物, 把他给害了, 知道不知道, 把他给害了, 让他活在失败当中, 各种各样软弱无冷的问题当中, 所以你要想得胜, 你就得回到淤里面, 把这当灭的物除掉, 阿们, 但你把当灭的物除掉, 回到神的淤里面, 看到没有, 你就是蒙福得神, 你就越来越好, 特别是神的耳语, 当你明白这些真理, 你又发现神凭淤办事, 以真理办事, 如果你不回到淤里面, 不回到真理里面, 你的表现再好都没有, 你再哭, 再流泪, 再进食, 再认罪, 再悲伤, 再忏悔, 都没有, 都是表面功夫, 顶多让你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 觉得我这样哭一下, 进食一下, 认识认得三天呢, 认多长时间, 觉得自己良心上好过一点, 自己觉得舒服一点, 连这个感觉都是骗的, 是从未来的气, 自我感觉良好, 所谓的自我安慰, 都是假的, 神还凭你的表现办事啊, 凭你的自我感觉良好办事啊, 那不世界大烂呢, 你一会儿感觉好, 一会儿感觉不好, 一会儿表现好, 一会儿表现不好, 神怎么办, 看到没有, 所以你要看到神做事的方法, 是凭约办事, 所有的人, 你一定是要回到神的约理, 你才会被拯救, 才会被保护, 才会被遮盖, 阿民, 听明白的喊阿民, 是不是, 这才是从根本上, 所以这就是我们透过今天早上学习, 从您收的, 压干犯罪, 违背的是神的约, 压干犯罪, 违背的是神的约, 导致以色列人的失败, 那么他们要想得胜, 他做表面功夫都没有, 他必须要回到神的约里面, 要把昂密的物除掉, 要回到神的约里面, 平约, 按事, 他才能得胜, 好不好, 听明白的喊阿妹, 神祝福所有宝贵的家人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祝福了美好的清晨, 感谢你宝贵的话语, 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你是守于世慈爱的神, 你是平约办事的神, 让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在你的话语里面, 你的约里面, 建立智慧, 发展智慧, 活在你的智慧, 活在你的秩序, 你的约的保护, 和遮盖里面,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所有宝贵的孩子, 宝贵的家人, 弟兄姐妹们, 恩惠平安与我们同在, 同心可以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